据说有人在狙杀猎物的时候 将拇指放在了枪管和枪筒之间 结果开枪的气焰直接炸断了他的手指 为了验证这个流言 流言组打算亲自试一试 首先他们找到同款手枪 实验开始之前 亚当先对着牛奶瓶测试手枪的威力 发现后座力非常大 如果持枪不稳 很大概率会砸到自己头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用那种奇怪的方式持枪 通过慢镜头分析 开枪的瞬间确实有火焰气体 从枪管与枪筒之间的缝隙喷出 那这些气体到底会有多大的杀伤力呢 由于没有人愿意尝试贡献自己的手指 他们想到了用肌肉来制作假手 吉米的做法简单粗暴 他直接将鸡腿和鸡翅缝合在一起 以此来模拟真实的人手 但最后做出来的假手更像一只螃蟹 而亚当的制作方式十分讲究 他在白纸上画好自己手掌的轮廓 并标记手指关节的位置 然后取出烤鸡里面的骨头 按照人指关节的大小和位置进行拼接 最后和肌肉缝合在一起 不得不说亚当的针线活非常专业 这样做出来的假手总让人有种想生吃的冲动 接下来他们将前具进行改装 让手枪刚好能固定在上面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 他们将制作好的假手绑在手枪合适的位置 首先测试的是吉米的鸡腿手指 当他们拉动扳机后 虽然高温气焰确实灼伤了鸡皮 但整体依然完好 并没有出现骨头断裂的情况 亚当认为鸡腿骨头比人的趾骨要粗大许多 于是他换上自己制作的假手 随着枪声响起 肌肉手指瞬间皮开肉绽 并且其中两根手指还发生了断裂 所以如果有朝一日你用到了手枪 一定要用正确的持枪方式 不然杀敌800自损1000